属羊人进入2018年务虚苟年,流年欲结财,又宇太岁,为时相破位破太岁,亦是犯太岁的一种,对运势造成了一定的破坏,因此今年整体运势并不理想,就于遇到结财流年,一招致破财败运,男性因财心破导致关心受损,会影响到自己事业和工作,而女性则还会影响到自己丈夫的财运。 这暗示之属羊人今年压力和竞争都比较大,如果想要取得成绩,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,虽年逢太岁机兴,但太岁总体上动能不强,且更有利于女性,同时也有女性贵人相助之意想,属羊的女性较能平安准利,只要积极努力,更易获得提拔,但需要身体前安,今年可以多留意身边的女性贵人, 争取获得她们的帮助,将会有助一个人事业的发展,从事与女性有关的行业,例如美容、女装、化妆、品等,也会有良好的收益。 属羊的男性则一生烦扰,要低方情色破财,纠缠不清,并引发家庭风波,还需小心因此暗中受害,连累。 今年又受到贯锁,勾搅的影响,这两个认为是非之星,代表是非产生,精神压力大,消极被动,谋视补损,要防止遭小人陷害,暗中作祟,烦,是冷静理智应对。 今年也并不是一个投资创业的好时机,如果是再变形的话,则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行业或项目进行尝试,同时避免与人合伙。 并且,属羊人够年连育,吃,喂两目,不利于身心健康,建议调整好心态,心平气和,有空可以浇油休闲,使身心放松,疏坏压力。 属羊人今年财心不屑,流年欲结财,有正值破财身之年,亦有破财知识发生,财运方面并不理想,年逢太阴急兴, 有女性贵人鼎立向,注的意向,暗示自己今年可以多留意身边的女性贵人,多加表现,亦获得女性贵人细心疲乏或权力支持,有升值加薪或业务发展的机会,以女性客户为主的行业,如从事珠宝首饰,服装,美容等,今年可以得到极星扶持。 只要自己用心努力,成心为本,销售额有望大幅增长,但太阴动能不强,增速较缓慢,且主要利于女性,因此切勿期望够高,还是脚踏实力比较好。 蜀羊的男性要提防酒色破财,举罪皆迷,迷失自我,并招自家庭风波,所以稍去生色拳马场所,交藤结肉要谨慎,不要替人担保,与异性相处也擦亮眼睛,提防被人暗中陷害。 今年未破太岁,和集财之年,又受到贯索和勾脚雄心的牵动,竞争压力大,须加倍付诸努力帮客获得回报,请要注意维护好领导体,老客户等人际关系,以防无心得罪人而不自知,原以为是一点小事,最后也变为不可收拾,今年是非很多,不是一个投资的好时机。 要格外小心,需降假考察,若无充足的把握还是三思而套行,以防竹篮打水一场空,有意创业的属羊人,尽量避免与人合伙,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行业或项目进行尝试,提防遭人陷害,让自己处于被动损财的不利局面,的解极心具有搬迁意向。 今年用于搬迁或装修装饰方面的支出可能会相对增多,偏财方面,建议今年可以做一些风险不高的理财,让财富稳健增长。 鼠羊人今年逢太阴极星,虽然太阴并非直接的桃花星,但却有助于单身男性,取密到合适的另一半,有机会厌世性情相投的优秀女性。 对方才华优积,条件不错,难得的是会对自己的事业工作有帮助,务必要好好把握机会。 对于树羊的女性来说,今年她化孕平平,如果急于结束单身状态,不妨寻求女性长辈帮助介绍,则可能会寻找到合一的另一半。 对于有伴侣的鼠羊人来说,由于受到破太岁及凶性关锁,狗角的影响,个人情绪受到困扰,一与另一半互相猜忌,感觉对方与自己的想法差距甚远。 由于悲观,这时候更亦向第三方寻求清理慰藉,务必注意多加调节,未免与对方发生争吵,从而伤害感情。 建议多包容多沟通,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具少余多的方式来相处。 已婚的数量男性,今年亦饮酒色破产,容易意识迷失,上去生色全马场所,平常要注意把握与异性交往的分寸。 不宜对异性过于热情,以防产生误会,导致情色纠缠,引发家庭风波。 洋人今年逢太阴及新降临,预示着可获得女性贵人的辅助。 倘若你的领导为女性,或者身边有女性贵人,今年可以努力表现,积极争取对方的赏识及热可。 最近生有望,事业工作上有机会更进一步,从事女装、珠宝、美容美发等以女性客户为主的行业,以及书洋的女性,今年相对较为顺利,但太运动能不强。 增速较缓慢,且更有利于女性,因此切勿期望不高,还是脚踏实点比较好。 男性书洋人则需当心情色问题,引发的是悲纠缠。 在与异性的骄傲中,务必要把握分寸,以防引起风波。 处于颇太岁的年份,并受到灌锁,勾搅两颗是非凶星的影响。 即使有贵人相助,同时也会有小人暗中作祟。 背后说三到四,甚至阴谋陷害,让你情绪不佳,压力大增。 所以,要注意避免锋芒态路,为人处事要注意方式方法,做好与领导与同事之间的相处之道。 今年处于是非重的年份,切记要遵尽手法,凡事要多留几个心眼,以防是非缠身,甚至深陷淋雨,后悔莫及。 如果与人有争论诉讼,尽快和解释上策,假如你寻求转换工作的机会,处于颇太岁的年份可能会大失所望。 即便跳槽成功,但全新的工作环境很可能难如自己所愿,将加剧情绪波动。 建议还是暂时,折服,留守发展更为稳妥。 幸好,今年有地解极心解救,相信一切困难最终都能得到解决。 不说的是,我们的命运都是有好有坏的,人人都有幸运时,只是迟早未可知。 而今年属羊人详细,你也是有比较多琐碎的小事缠绕着自己,同时也是要提防小人,多留心眼,或许可以经常到寺庙等的诚心奉念,带走自己身上的晦气。 但事业可奉念出洋人,自己的守护神本命风手链。 今天,如果你想尽早解决婚姻问题,事业问题,小人缠身,厄运缠缠,破大财,让生活越来越好,那不妨蓝色字体,寻找属于你的本命风手链。 此手链能教大家如何快速解决,你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